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六款爱用开架清洁品 因为夏天到了嘛,温度也比较高 那可能这个季节你会比较容易流汗啊 或者是油脂分泌会比平常更旺盛一点点 那如果说你不好好清洁的话 可能这些脏污还是油脂 都可能卡在你的皮肤上面变成粉刺或是痘痘 其实清洁也跟保养一样 应该要视你的肤矿需求不同去做调整 像保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最近肤矿比较干燥一点 所以你可能想要加强保湿 或是觉得可能哪些地方长出晒斑来啊 你想要加强美白或是淡斑这个动作 你就会去加强你的美白保养 那我觉得清洁应该也是 如果你觉得你最近的肤矿比较稍微干燥敏感一点 那是不是你在清洁品的选择上面 就可能要稍微选择温和一点呢 那如果说你觉得最近好像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在某些部位长得比较多粉刺 那是不是就要选择清洁力比较好一点的产品 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这个六款 我的爱用开架清洁品 有些清洁力比较强 有些是中等 有些只是清洁效果比较温和一点 就刚好适合在不同的肤矿去做调整使用 所以等一下都一起跟我们分享它的使用心得 以及我使用它们清洁完之后的一些肤矿感受等等 好那部落座马来分享我的第一款爱用开架清洁 首先是TUKOR FULL SCHOOL的白滑红鸡蛋洗脸慕斯 这瓶白滑红鸡蛋洗脸慕斯之前 在get on ready with me的影片里面就分享它的使用过程 这瓶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虽然说它不是我自己买 它是TUKOR FULL SCHOOL寄来的 算是公关品礼物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蛮频繁的在使用的 先让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密封式的按压设计 那它使用的方式是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按压在你的手上 我自己的话我是习惯按压一个大约乒乓球大小的用量 像这样子 你们看它的泡泡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我这个泡泡形状有点像米其林宝宝 你看它的泡泡是非常扎实的 你看不到泡泡的空隙在里面 所以它这个慕斯状是非常非常细密的 而且它这个泡泡是很有弹性 你看 按不下去 它不会因为你稍微湿力 整个泡泡就都扁掉了 所以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有弹性的 那因为它这种质地很特殊的关系 所以你用它在洗脸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你的手掌直接摩擦到你的脸部肌肤 而是你的手掌和脸部肌肤中间会有这一层慕斯做一个媒介 所以你在洗脸的时候并不太会去拉扯到你脸部的肌肤 再加上我觉得这种慕斯质地很适合 你在用一般洗面乳很懒的搓泡泡 或是你不太会搓泡泡的人 像你这样挤出来就直接可以用 而且它的泡泡是真的很细腻的 那它的质地啊很像鲜奶油 它挤的方式也像在挤鲜奶油 当然它是清洁品不是像鲜奶油那种油泥的东西 所以你用它在洗脸的时候 你脸部的感受是一个非常滑顺 像你在抹奶油一样那种滑顺感 我觉得它在洗脸的过程中带给你的肤质感受 是很舒服的一款解烟品 那这瓶白花红鸡蛋洗脸慕斯 它最主要的成分是萃菊质蛋黄嘛 蛋黄的原型是蛋 蛋的妈妈是鸡 所以他们在饲养鸡的时候就在它的 饲料里面加入了虾青素原料 那其实虾青素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成分 所以吃了比较营养的饲料的鸡 它生出来的鸡蛋营养价值当然会更高嘛 所以这瓶白花红鸡蛋洗脸慕斯 在成分和质地上面还是跟原本的那一款白花鸡蛋洗脸慕斯 有点不太一样 再来就是用这瓶洗完脸之后 真的会觉得整个肌肤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的明亮饱满 然后是有水分的 不是那种清洁过路反而变得很干燥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瓶白花红鸡蛋洗脸慕斯 洗完脸之后整个肌肤呈现出来的状态 还有整个肤质变得很细腻的感觉 所以这瓶如果用完的话 我应该会再去买 那如果说之后买不到2017年限定版本 我应该就是会买一般的版本回来用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的质地 而且它洗完之后皮肤那种很细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第二款是Innisfree的绿茶保湿结盐泡泡 再来这款绿茶洗面乳 应该是不用我再多做说明 它早就是很多人的爱用以及回购名单之一 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家的绿茶洗面乳 以及青苹果洗面乳 那如果两款比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绿茶洗面乳它在肤质使用的范围 好像比青苹果那一款来的更广一点 就是它比较不会挑肤质使用 不管是偏干肤质中性肤质还是偏油性肤质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这款 因为它不会说有清洁效果不够 或者是清洁效果太强 那可能就只能够给某一种肤质来使用嘛 那它的清洁效果算是中间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肤质都可以来使用 那它在质地的部分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黏性的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它不是很水润的那种质地 是稍微有一点点黏性的 所以它这种质地啊 我觉得要稍微加一点点水在你的手心上面 再搓揉一下下 它的泡泡才会比较细腻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款绿茶结盐泡泡 它的泡泡算是蛮丰富的 如果你有认真稍微搓揉一下的话 它泡泡基本上也算是蛮丰富的 因为你洗脸你一定要记得你的泡泡一定要够多 这样子那些泡泡才可以深入你的毛孔去做清洁 如果你随便乱搓就直接用这个洗面乳 就还是这个你知道这个的状态 就直接去洗你的脸的话 可能不会有那么好的清洁效果 所以我觉得再搓泡泡这一点是不能够偷懒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不会搓泡泡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去买那个洗皂网 就稍微把洗面乳挤在上面 那稍微再加一点点水 这样就可以搓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泡 那这款绿茶保湿结盐泡泡它的经洁力算中等 再加上它里面的绿茶成分主要功能也是用来保湿嘛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 敷矿偏干然后也比较敏感一点 我用它洗完脸之后 我不会觉得有被过度清洁 反而皮肤变得太过干涩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基本上我使用这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里面的绿茶成分是保湿嘛 如果拿它跟刚刚这款白花红鸡蛋洗脸慕斯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更明显 就是你洗完脸之后你的皮肤还是一个很有水分很滑的状态 那这一款洗完脸之后还是有一点保湿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没有这一品慕斯来的那么的明显 而且这条它的容量有150ml 你看它容量非常非常大 一条才300多块 我每次买它们家的洗面乳我都可以用很久 因为我觉得这么大一条 然后你每天用的话基本上也是需要拉长一段时间 才可以去把它消耗完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容量跟这样的价位来说 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实惠的价格 第三款一样是Inisfree的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 其实我在去年的空空场影片 好像就有分享过这款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了 现在外面刚好好像道路在施工 所以可能会有点吵情大家多多包含 那这款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 它的清洁效果的确是比刚刚这款 绿茶保湿结盐泡泡来的明显一点点 所以我记得我去年在 外面好吵 我记得我分享完那支空空场影片之后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跟我讲说 他用这款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 洗完脸之后会觉得 好像清洁效果太明显 他会觉得有点刺激的感觉 所以一样东西是使用在不同人身上 的确是会获得不同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买了一个新的结盐品 发现洗完之后皮肤觉得太过干涩不舒服的感觉 那有可能是那样结盐品对现在你的肤矿来说 可能清洁效果太强了 或者是保湿效果不够 你可能就要换成清洁力比较温和一点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清洁品这种东西啊 也是跟保养一样 你要先了解你现在自己的肤矿需求是什么 你再去选择比较适合的产品 那这款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 我觉得它的泡泡细密度 跟这个绿茶保湿结盐泡泡是一样的 那在清洁效果上面呢 它带给皮肤的保湿感稍微明显一点点 那清苹果的话就是清洁效果比较好 但它虽然是深层结盐泡泡 虽然说我的肤矿比较干也比较敏感一点 不过我自己用完的个人感受是 我觉得它不会深度清洁强烈到 反而让我的皮肤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每天都使用这款清苹果深层结盐泡泡 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的肤矿太过干涩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就是这种东西真的要自己用过体验才会知道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种深层结盐泡泡 对你来讲清洁效果太过刺激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选择比较温和一点的产品就好 再来是我的美丽日记深层极净水润结盐乳 之前对我的美丽日记的印象都是面膜 那后来知道它们有陆续推出一些卸妆水和洗面乳 我无意间看到它这款洗面乳 我就觉得它包装超可爱的 让我们敬看一下 它是这种淡蓝色非常白色的包装 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舒服可爱 那这款深层极净水润结盐乳是我无意间买到的 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刚好我的肤矿在过敏 那那时候我用的洗面乳是 i2号苏打粉那款洗面乳 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款吗 那一款是比较深度清洁的洗面乳 但是那一款的清洁效果 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好像有点太过刺激了 所以我就赶快跑去保养 想说找一款现在的我应该可以用的结盐 那我就发现这款 因为它这边写水润 再加上它后面的瓶身有写说它是有加入一些绿茶 还有保湿精华成分的 所以它的保湿效果 应该对当时因为肤矿敏感而变得比较干燥的我来说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款洗面乳 那我一样紧它的质地给你看 但我觉得它这款的洗面乳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的瓶身没有很好紧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常常会手滑筋不太出来 那我们进看一下 它的质地如果跟刚刚Inisfree两款洗面乳比起来 你看它的质地是稍微真的比较水润一点点的 我现在挂在我的手背上面 它已经慢慢的往下滑了 所以它的质地我觉得是没有那么的粘稠 你看推开来是透明的 相对来说是的确是比较清爽一点的质地 像这种比较水润质地的洗面乳啊 你搓完泡泡之后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先讲缺点好了 缺点就是它的泡泡结构是比较松散一点 因为它水分比较多没有那么的密嘛 所以你搓完泡泡之后你要赶快去洗你的脸 你不要放太久 因为你放太久它的泡泡可能就消失就扁掉了 所以你要赶快去洗你的脸 那优点就是它的水分感真的是你洗完脸之后可以感受得到 我觉得它带给皮肤的保湿感还不错耶 因为它虽然说是深层结盐乳 但是它的深层并不会说完全把你脸上的水分给带走的感觉 相对的它还可以在你清洁的时候 用过一些保湿成分帮你的脸做一个补水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它洗完之后 你的皮肤不会有那种太过干涩不舒服的感觉 这款结盐乳我查了一下网络上其他人使用之后的心得 包括偏油肌混合肌中性肤脂 以及跟我一样偏干性肤脂的人 那大部分人的评价都没有说 因为它是深层结盐乳就流向 它会过度清洁反而会让皮肤不舒服的感觉 没有耶 大部分的评价是说 用它洗完脸之后 你的皮肤会残留一点的保湿的感觉是舒服的 那它的清洁效果也算是适中 不会过度的清洁 自己使用完的感受 基本上也是跟网络上大部分人分享的心得差不多 我觉得它的清洁效果算中等 如果跟之后我要分享的两款清洁笔的话 它对我来说也是清洁效果中等的 那我洗完之后也不会觉得皮肤太过干涩紧绷的感觉 而且它的容量100克 那我记得它的价钱还蛮便宜 好像100上下 有时候像屈臣丝后面不是会有那种 你知道加架构还是什么 它可以先换到小条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格算是蛮容易入手的 第五款是洗盐专科超微米结盐乳升级版 洗盐专科的洗面乳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爱用名单 那以开架清洁来说它的价钱也算是蛮容易入手 一条100多块就可以买得到 但是这款超微米结盐乳 它对我来说就是属于比较深度清洁的感觉 比起前面分享的四款它的清洁效果的确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所以这款我如果每天用的话 我可能到第三天我的皮肤就会觉得有点干干崩崩的感觉 所以这款对肤矿偏干的我来说 我觉得它的清洁效果的确是稍微强了一点 所以这款我没有办法天天用 我会把它放在比如说我今天带妆出门一整天 然后可能会有流汗或是有一些出油的情形 就是可能脸上的一些脏污比较多的话 我就会搭配这种清洁效果比较强一点的清洁品 但我没有办法天天用 虽然说它里面有时候添加保湿成分的 不过我本身肤矿偏干 我觉得用它洗完脸之后 它带给肌肤的感受是清洁效果大于保湿效果 如果拿它跟前面那几款 比较保湿型的清洁品来比的话 它的保湿效果没有像前面那几款那么的明显 所以我用它洗完脸之后 如果我放个五分钟没有赶快保养 做后续的保湿保养的话 我的皮肤可能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干啊 甚至羊的清醒 所以它的清洁效果对我来说 算是蛮强烈的 但网路上像是一些混合肌偏油 或是偏油性肤质的人 对这款洗面乳的评价都还蛮好的 一来是它的细密泡泡 的确是可以达到一个很确实的清洁效果 那再来就是可能对偏油性肤质的人来说 这种清洁效果对它们来讲可能更刚好一点 但如果是偏干的肤质使用的话 我觉得清洁效果可能会稍微强一点点 那它的质地呢 一样是属于有点半凝乳状的质地 不是非常非常水润的 你看它不会滑下来 这款超微米节眼乳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轻松的搓出非常细密丰富的泡泡 它搓出来的泡泡量甚至会比我前面分享的这三款还要多 所以你用它在搓泡泡的时候 你会很有成就感 那因为它的泡泡分子真的很细的关系 相对的它也可以确实深入你的毛孔 做一些深层清洁的效果 所以这款的清洁效果我觉得算是还蛮明显的 我不建议偏干性肤质或是极干肤质 以及敏感性肤质的人天天使用 但如果说你是混合偏油或是偏油性肤质的人 基本上使用这个应该都可以获得一个还蛮好的清洁效果 那如果肤矿偏干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斟酌肤矿井去做使用 尽量不要天天使用会比较好一点 最后一款是OLUBEX的双丛酵素结盐粉 最后这款双丛酵素结盐粉我想应该也是非常多人的心头好 那它也是一款清洁效果非常有感的产品 我一样先给你们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是 有看到它是这种粉末状的质地 我们紧看一下 它长得像这样子 像粉一样 所以这款酵素结盐粉你在使用的时候 务必要记得搭配打造网 才有办法确实的去打出泡泡 我的使用量大概是像我手上这样 大概一个5块钱硬币的大小 那你把酵素粉倒上去起造网的时候 你再加入一点点水 慢慢的去搓揉 就可以搓出非常细密的泡泡 那它的泡泡丰富度 基本上我觉得也是有目共睹 因为你搭配用起造网打出来的泡泡 的确是会比你自己用手搓 搓出来泡泡还要来得更丰富一点点 我还是稍微搓出泡泡让你们看 你们看它打出来的泡泡可以这么的绵密 甚至你看不太到泡泡的空隙在哪里 那它摸起来也是非常有弹性的泡泡体 它的泡泡体弹性我绝对只比第一款白花红鸡蛋慕斯 稍微逊色一点点而已 因为它的泡泡是非常细致丰富的嘛 所以你在洗脸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感受 有点类似第一款白花红鸡蛋洗脸慕斯一样 你的手掌跟脸部肌肤不会直接接触磨擦 好像是你在用这一层泡泡 轻浮呵护你的脸颊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洗脸的过程中 那个泡泡带给肌肤的感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因为它泡泡这么细腻的关系 所以它确实可以深入毛孔 达到一个深层清洁的效果 我看网路上其他人分享的一些心得 大部分的人都是说用它来清洁粉刺特别油肝 尤其像鼻头这边 大部分的人都是长一些开放性粉刺 或是黑头粉刺 你会觉得你的毛孔好像卡了一些黑黑暗暗的油脂在里面 不知道是粉刺还是油脂 那像它这么细腻的泡泡 它就可以深入那些毛孔 把那些脏污跟油脂代谢出来 你洗完之后真的会觉得你的有粉刺的地方 还是毛孔特别明显的地方会觉得干净非常多 那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深度清洁的产品 所以像我本身肤矿偏干一些比较敏感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天天使用这一款酵素解盐粉 我只会偶尔使用 或是斟酌肤矿精神去使用 那我也不建议敏感肌的朋友 太频繁的去使用深度清洁的产品 因为我们敏感肌本身的肌肤屏障跟角质层 就比其他的肤质来的更脆弱一点点 就像有时候你肤矿出些些不稳定敏感的现象 你去看皮肤科医生 皮肤科医生通常会建议你不要去角质 或是不要太过度的清洁嘛 因为这时候你的角质层已经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 所以你就不要太过度的清洁 又去破坏掉这些角质层 这款酵素解盐粉在网络上面评价 大部分也都是用它来溶结粉刺 以及清洁毛孔里面的脏污特别有感 但也有人会误会说用它来洗脸就不会再长粉刺 没有那种你洗完就不会再长粉刺的东西 只是只要你是人 你有皮肤你的皮肤有毛孔 你就有可能会长粉刺 那我觉得使用那种酵素解粉 最主要就是预防那些脏污一直卡在你的毛孔里面 因为你脏污卡在毛孔里面久了 可能会变成粉刺 那粉刺再放久一点 可能发炎就变成痘痘嘛 所以毛孔清洁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算是保养流程 清洁算是保养的一个环节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容易长粉刺 或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 特别容易卡一些黑黑脏脏的东西在毛孔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种结盐粉 来针对你的毛孔做一个深度清洁的动作 那这款双重酵素结盐粉 我自己使用后的感受是 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肌肤表层 还有毛孔里面的拍泥啊 全部都被清干净 你的皮肤好像在深呼吸一样的感觉 但因为它是比较深度清洁的产品 所以洗完之后 一样放个五分钟不保养的话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开始产生一些干燥紧绷的现象 所以这一款我觉得也是需要 是肤矿需求不同去做选择的产品 如果你是干性肤脂跟敏感性肤脂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频繁的使用 那如果你是混合肌偏油 或者是油性肌肤的朋友 你想要选择一个清洁效果比较有感的产品 那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那这样就是我的六款爱用开架清洁品分享 如果你们自己也有特别爱用的推荐清单 也可以留言跟我说 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你们使用后的感受 如果我看了你们的推荐 觉得不错 也许我会再找时间再到开架去试用看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就你们喜欢 如果喜欢这些影片也可以帮你们按个喜欢 然后再订阅我频道 频道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